俄罗湾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民席浪的立法会议员陈志全 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新年进步 虽然大家都忙于过年 今天是年28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街站上面的五位朋友 和俄罗湾书店的五位朋友 仍然是滞留在内地的我们深信 不能够回去和他们家人的团圆 这件事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尤其是李波先生的失踪 都对他出现 到他拍片说没问题的 但是大家知道他越说没问题 就越多问题 为什么现在高铁超支撥款 在立法会里面遇到这么高的阻力呢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 特区政府和北京仍然未解决到 一地两检的问题 如果未能够解决到一地两检的问题 高铁贸贸然议员是同意给这 196亿的超支撥款 是送洋入口 就是说内地公安可以直接来到我们香港的心臟 西九的心臟地带是为所欲为 如果解决不到一地两检的问题 是绝对 绝对不可以 是低速这196亿的超支撥款 我知道过去一段日子 很多市民都会关心高铁的问题 有人是徹底反对高铁的问题 2010年很多市民在旧的立法会 中华立法会和他 是参与反高铁的运动 但当时反高铁的人有很多不同的理由 有些人觉得这个大白象工程 全世界最贵的一条铁路 要香港人去负担这条铁路 当时预言已经是会超支 今次预言是习真 超支 要再来立法会拿196亿的部款 不是196元 196亿 另一个香港市民担心的 就是关于边境的检疫问题 即是出入境和海关检疫的问题 高铁如果发挥最大的功效 就要进行一地两检 一地两检即是一个地方 做了香港和大陆的出入境 海关的工作 但这个呢 到今天为止 特区政府都未曾交出任何一个方案 去告诉香港市民听 怎样可以在香港进行一地两检 所谓一地两检 就是要香港的海关入境处的人员 和内地的相关公司 在同一个地方去负担 这个牵涉到呢 是两检的法律 即是说大陆的法律呢 会在香港那里执行 大陆的法律在香港那里执行呢 是非常之危险 可以看我们基本法 港人士 港高度自治 内地的法律 内地的法律 非常之担心 现在 李波先生和几位 朋友呢 都已经 虽然说被透露了 我们问了整一百人 但都未知道 他们 究竟的主持 现在 协助 这个 这个 贵文海的案件 的调查 请问贵文海的案件是什么呢 是否他当年 撞死人 然后弃捕呢 这个是很奇怪 尤其是李波先生 在香港的失踪 在香港呢 他是非法出境的 因为呢 尤其是没有李波的出境记录 即是说呢 所谓用自己的方法 离开香港 到今天 香港的警方 说要去叫李波 想问清文楚 究竟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好像鬼谷那样呢 了解 是不是睡醒了 忽然间发觉呢 香港睡醒了 回大陆 被人捉了 或者被人 被这个 协助调查 但是他是怎么出境的呢 他在大陆怎么入境的呢 他问了整个月 都得不到答案 现在呢 就算是我们的警方 是要见李波面 都还是未曾见到 昨天你们看了新闻 还有李波说 暂时不想见警察 那李波说什么 那些都不是真的 李波不是在自由的情况之下 港女那些 但是他说 大家不用担心他 他继续留在大陆 但是这些是否他真心的说话呢 我们一个特区政府 香港人被失踪 甚至是被访嫁 在不情不愿之下 被自愿回到大陆 这个呢 都是我们最担心 另外 一地两点的问题 高贴的超资撥款 如果说超资 起到一半洗濕了头 我们一定要 撥那196亿呢 我就不如以后 这些工程撥款 就开那张支票 就不要写银码了 是不是 反正 你超多少我都要给你了 你超一百亿我又要给 你超二百亿我又要给 你超二百亿我又要给 你连些都还说你阻止他 不准问问题 鑫生要通过这个撥款 那还需不需要 立法会去把关 去帮香港人 去复何把关 政府有勃乎 需要不需要 去立法会去处理 还有另外 很多市民专心 就是网络也三 在民主法的议员 做之下 我们现在呢 还是 脅盡所能 去阻挡 这些网络的案发 我们呢 在腰头有充足的 豁免小市民小网民 平时用手机 去传送 或者去表达 一些网络思想 不会有刑事 或者民事的责任 这些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今次呢 制造了几张 很特别的书签 看看你懂不懂得 懂不懂得跟上 有拉倒恶法 所谓拉倒恶法 就是拉倒网络23条 这个是网络恶法 另外呢 就有公平使用 公平使用是一个 一个豁免的 一个开放式 豁免的方法 大家 可以来拿一张 在这个立法会 大家看到 为什么 常常都有机会留会的呢 不是说 我们不想开会 不是说我们偷人 要打这场 要抗争呢 让那些保皇党 坐定定 在那儿 不说话 等投票呢 是艰难很多的 但是都要斗智斗力的过程 为什么今次有26个民主派的议员都 竭尽所能 功力合作 不计前言 都呢 为了要拉倒这条恶法 是出力 亦都希望呢 更多的香港市民理解 如果你不明白 为什么 为什么会经常留会 为什么我们要策动留会 要经常点人数呢 你可以上网找一些资料 不是 不是好像那些头条日报 那些保皇党的报纸 说这些议员想拖香港 正正是相反 我们是要守护香港的核心价值 不能够被一些恶法通过 所以 所以 26位民主派议员 今次都是通力合作 去阻挡网内23条 有些人觉得 这个不关我事 他不是不关你事 因为现在呢 这条法例是关每一个网民事的 那其实 你都是网民来的 你妈妈 你阿婆 可能都说Facebook 可能都用手机 都讲传一些图片 那图片呢 是有版权的呢 他就可能呢 会侵犯 侵犯呢 会有文事责任 甚至 是刑事责任 那所以 这条法律 无仅有 根据政府的说法 是会通报的 唯市民大家好 我是北京的 南非委員陣臣之全 今天呢 这个有一个賀年的街站呢 就派发一些徽唇给大家 有传统的徽唇 大家可以来拿一张 我们有师父 有书法师父呢 之前也有写起徽唇 如果大家想要可以過來拿 還有幾款特製的揮春 是這個時事揮春 很應景的 包括有拉倒國發 拉倒國發發 是說網絡23條 還有經典元素 流條大吉 公平使用 和湖水一萬 湖水一萬就是我們 湖水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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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希望大家拿這揮春 貼了有甚麼好處 當然揮春 如果貼了幾個都好 例如大吉 一貼他馬上到會 就很開心 還有一個介入的作用 如果你貼了一張 拉倒國發 親戚朋友來拜聯 就問 為甚麼貼了一張 拉倒國發的揮春 就可以提起這個討論 你就可以看 為甚麼要做網絡 為甚麼要做網絡 廣告 網絡23條 那條反權圖例 我們 提議會 就拉到他 就可以教育更多親戚朋友 可以知道 如果不關心時事 不關心時事 不關心時事的朋友 可以齊這個過年 而合家 去貼張時事揮春 就可以天氣 討論 更多親戚朋友 可以知道 究竟現在立法會 面對甚麼困難 您的地方是在前面的